感谢神奇的算法,让我们再次相遇 欢迎收看2020欧洲杯特别节目 足球的夏天,我是大田 今天的比赛 英格兰坐镇主场新温不利 1比0击退了到访的克罗地亚队 年轻的三师军团可谓是出路争容 不过我在标题里写的 南门排阵惹争议 却感觉可以一直用到锦标赛的最后了 因为开球之前英国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上面 对于个别位置上人选的议论实在是太热闹了 虽然平时关注英超的我们对此可以说是习以为常 联赛中的喧嚣放到国家队层面 怎么也得放大6倍吧 尊重一下英超6强 比如左后位的选择 曼联球迷肯定支持卢克肖 切尔西的拥顿又说切尔维尔刚打了欧冠决赛 结果最后索斯盖特表示你们看的西甲都没有我多 我来派遣一名右脚将踢左边 嗨有意思 大田个人的话对南门的排兵布阵总体上还是认同的 后面会再谈到 今天的视频就让我们首先潜息克罗地亚队的战术 再揣度一下英格兰阵容安排可能的思路 最后欣赏一下菲利普斯的个人表演 从这三个方面出发 回顾一下本场较量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 我觉得双方的发挥都是低于预期的 球队整体运转的流畅度和协同性方面 克罗地亚队差一些 所以最终三师拿到欧战历史首次开门红 送给对手历史首次开门黑 也是合理的 从比赛最后的数据统计 我们就能看出端倪 双方的真实实力差距 可能并没有场面上反映到的那么大 赛后三区占比 比赛在中场区进行的比例高达50% 而双方球员的平均站位也是集中于此区域 相信格子军团后面调整一下 还是有望再提升自己表现的 回到本场比赛的画面 克罗地亚在英格兰后场出球的第一阶段 给予三师军团的压力不大 5分钟这里交代的很清楚 不管赖斯回收到两名中位之间 还是来到边中位的位置 三师后场基本上总是一个3打2的局面 比如克罗地亚三中场之一的摩德里奇 会加入雷比奇组成防守第一线 而相反的在自己后场出球时 一开场虽然有国米的后腰布拉泽维奇 在中间帮忙 但面对英格兰的高位防守 除了克瓦气息被菲利普斯严防之外 后场的这三人还被三师的三叉级紧盯 边路走廊又不畅通 最后只得回传门将再大脚出球 所以我们看到随着比赛的深入 摩德里奇的位置后撤得越来越深 以承担格子军团进攻组织 从后场发起的重任 第27分钟这里 克罗地亚队长不断在后场游走 又来到中场左后侧的位置接球 再利用自己标志性的向前传球 协助本方后场游后向前的推进 越过英格兰的第一道防线 看到这位黄马老将在场上浴血奋战 又稍显无助 还是非常心疼的 至少本场凸显了克罗地亚中场 对摩德里奇调度能力的依赖 科瓦契奇奇的能力发挥不充分 而波拉泽维奇的表现 甚至可以说有失水准 再来说到三师主帅索斯盖特的调兵潜将 英格兰的这套4231 个人感觉还是走的平衡路线 跟英国本土媒体主流的期望 所谓高压高强度的打法并不吻合 就拿左后位的位置来说事的话 选择特里皮尔我相信 一来是看中他的防守和经验 另外他和沃克搭配一左一右 很明显南门就是不准备 主打边后卫的套边 和内部插上的任何战术了 助攻方面 三师阵中的其他边后卫 都是更优的选择 4后卫加上赖斯的回撤 一共5个人 本场索斯盖特的意图 就是要把后场的根基扎稳了 中前场的进攻 英格兰封线球员的天赋 可以支撑他们相对自由的发挥 轮转换位 交叉跑位 两边转移 随心所欲 前20分钟的三盘斧 没有进球 十分可惜 下半场后半程逐渐撤退 归缩 让人担忧 但总的来说 英格兰队在本届欧洲杯的前景 还是相当令人期待的 开场两分钟 面对克罗地亚 只有两人突前的中断防守 英格兰也顺势 只安排赖斯一人在中间 皮球在后场传导 局部总能形成大致零形的站位 保证人手不处劣势 从斯松斯 过渡到明斯 再到左边的特里皮尔 英格兰由后向前 还是很从容的 当然 场面上如果受到了 克罗地亚给予的 更大的压力 不管是芒特 还是菲利普斯 都有再回撤 增加人手 帮助后场出球的能力 这一点顺势就要引出后面 凯尔文菲利普斯的 个人表演了 英格兰纸面上的4231 在实际运转中 更像是433 在利兹连主打后腰的 菲利普斯 更多的被安排成为 一名B2B的中场 不管是场面上 还是平均站位图的指引 我们都能看到 菲利普斯一个人 掌控了三师 又中场的大片区域 在大田常规的节目里 我几乎不做 专门的球员分析 但是去年 在白玫瑰升级之后 我们就着重介绍了 贝尔萨的这名爱将 这一年来 约克郡皮尔洛的成长 确实令人欣喜 在更加靠前的位置上 菲利普斯 不但能够发挥 自身防守方面的硬度 他原本就具备的进攻天分 也被释放了出来 第七分钟这里 我们看到 凯恩回撤之后 前插空当的 正是菲利普斯 芒特传球过来 菲利普斯背身 给斯特林的做球 恰到好处 只可惜 曼城边峰 第一下处理 稍显犹豫 三师军团 本场压制住了 克鲁蒂亚三中场的发挥 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菲利普斯 看第18分钟这里 他的前场拼抢 虽然犯规了 但是这种强势的反应 还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而当他回撤后场拿球的时候 一脚长传 依然破具水准 33分钟这里 就是一次精确制导 福登的停球也很飘逸 英格兰直接打到前场腹地 让我们再完整欣赏一下 英格兰队进球的全过程 56分钟 三师军团的一次前场压制 索斯盖特后场的五人基石 在这里了 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 斯特林游移到了中路 那远端一定是芒特 换过去了 强侧 菲利普斯转头观察之后 果断前插前场半驱 沃克送出穿透防线的传球 菲利普斯甩脱克瓦气球之后 又让过克罗地亚防守球员的滑铲 凯恩的移动 在对手防线上面撕开了一道口子 而布拉泽维奇此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身后的危险 等他回头的时候已经迟了 斯特林再冲击 菲利普斯闪转腾挪 左脚送出精妙直c 斯特林直面门将冷静破门 三师军团终于打破僵局 这个球绝对是把英格兰后面可能会赖以生存的进攻套路打出来了 从对球场宽度的利用 局部的轮转 再到空间的撕扯每一名球员都发挥了作用 其实菲利普斯的个人表演只是锦上添花之点缀而已 总结一下吧 今天我们从战术的角度推演了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 着重观察了英格兰队的表现 在我看来双方都没有百分之百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 但是在赛会制的比赛中 状态出的晚一些未必不是好事 三师和格子都可撑得上欧洲的强队 让我们期待他们后续更加精彩的演出 好了小伙伴们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大田的频道 以及足球的夏天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帮点个赞 也欢迎留言和我以及广大球们讨论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Come on you people 拜拜 by bwd6